欢迎收看第154期北静不静音 这个呢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游戏卡 这个呢是我最近的买的一张游戏光盘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明显了啊 主题就是聊游戏 因为这两天呢发生什么事呢 昨天呢是这个Switch平台的这个大作 这塞尔达王国之类发售 那很多人就投入到又回到海拉鲁 那片大陆上去探险去了 对吧 那么昨天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暴雪的Diablo 4 这个游戏的公测 那么这两天一直持续到明天 所以我也都沉浸在这两个游戏之中啊 那么这两天就一直在玩游戏 今天呢就想从这个游戏的这个角度啊 来聊一聊整个游戏对于整个世界 包括中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我用我自身的经历啊 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小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没有 就刚才我们说的所有这些游戏啊 都叫Video Game 就是在这个电视上啊 然后不管是用电脑啊 还是这个游戏机啊 主机玩的这些Video Game 那么在我小时候呢 刚开始还没有 所以我小时候玩什么呢 都是跟这个小伙伴对吧 玩什么那些沙包啊 然后踢足球啊 打篮球啊 什么华汉兵啊 什么包括这个在这个土地上啊 玩那些泥巴的那些游戏啊 拿一个什么小刀 然后在那多 然后去去划划格子等等的 包括跳绳跳大绳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 这种在这个小区内啊 楼下可以小伙伴之间玩的游戏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 就是没有想明白 游戏的一个主旨 或者它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连结 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动 在一起呢发明一些规则 一起进行一些玩耍 for fun这么一个东西 后来呢就是发展到 我小学的时候呢 我拥有的第一台电脑 是一个286 当时呢还配了一个彩色显示器 有一个那种五寸的光 那叫什么软盘 那还后来是三寸的盘 三寸盘是硬的了 五寸是那种软的软盘 当时呢我有一张五寸的软盘 那上面是我的 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游戏啊 是吃豆 就那呱呱呱呱呱呱 那个吃豆 吃豆呢 然后呢在这个电脑 一个彩色显示器上玩啊 当时挺有意思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它就变成了一种 呃一种单机游戏 因为受限制于 当时那个互联网 那时候还没有 呃也没有办法去联机的 跟跟别的人一起玩啊 都是自己在玩单机的游戏 后来就有这个游戏机了啊 游戏机 然后这个所谓的红白机 还有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呢 就是这个世家的那个黑色的那个机器啊 MD 它那个卡是黑卡 呃 这是我当时去北京那个百货大楼啊 这这个已经不是了啊 早年的那个那个卡带已经丢失了 这是我最近才补的啊 一个情怀上去补的 补买的 呃 再去百货大楼买这个游戏机啊 买的第一张游戏卡带就是这个三国之列传啊 也是世家出的三国游戏 我的这些 原来我讲过的这些繁体啊 都是从这个游戏里学的 他那个时候呢 这还是一个单机游戏啊 但是我有两个 呃 比如大的两个哥哥 我们那时候都是三个人 一起呢 都蹲在这个电视前面啊 玩这个三国的游戏 我那个大的哥哥呢 对于三国的知识呢 懂得多一些给我们讲 啊 然后一起研究啊 应该去打那个城啊 应该去招募哪个谋士啊 等等的 全是这些东西 也是一起在玩 再后来呢 到这个电脑啊 很多的 呃 即时战略游戏啊 玩这些什么星际争败啊 帝国时代啊 还有一个叫横扫千军的游戏 我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 等等 呃 其实呢 我们那个时候呢 其实能做到的啊 就是尽量能买正版 我们还是买了正版 你像刚才我说这几款游戏 我都买了正版 而且其实想 现在想起来挺贵的 90年代 那一个一个正版的那个光盘 那有的时候还有好几张 两三张 呃 也差不多得一两百人民币啊 90年代的时候啊 买了很多 那有的游戏呢 你就买不到正版 我记得好像 Diablo 2好像就买不到吧 还有一些什么地下城啊 还有一些游戏啊 你就买不到正版 没办法 只能去网上啊 找这种盗版的资源玩 但是这些时候呢 都还是一些单机的游戏 再后来发展的互联网起来之后呢 开始有这种连击的游戏了 那我 呃 其实我玩的不多啊 那种连击就像什么 像什么奇迹啊 什么传奇是吧 这些游戏我都没玩过 我唯一玩过在 在这个电脑上啊 玩这种连击就是魔兽世界 啊 也是有几个小伙伴一起组一个队啊 最后也是因为这个 小区的各种这种网络的速度 最后不行啊 出问题什么的 最后也就放弃不玩了 我们能看到啊 游戏一路发展的 其实它是 最开始这种video game 它是我刚才说了 受限于这些条件啊 它是变成单机的游戏 但其实一直在努力的去 恢复游戏的那个本质 就是人与人的这种连结 那么越往后 后来开始玩主机啊 主要玩的是 呃 PS平台啊 我是PS1 我没有 我没有拥有过 我从PS2开始玩啊 PS2 PS3 PS4 最近我也买了PS5 那这就是最新的这个啊 赛车啊 GT7 所以从主机开始啊 慢慢的就开始有这种啊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连通啊 都是上网连机玩 那比如玩这个favor啊 足球啊 玩什么那个实况啊 对吧 然后还有包括玩这种赛车类游戏啊 还有这个包括有些人啊 玩这种第一视角的这种射击游戏啊 对吧 使命召唤系列等等的 这些都是大家要连机的 那这些里边呢 这些年过来啊 有一款游戏呢 在我心里是 number one 那就是这个小岛秀夫做的这个 死亡搁浅 那么死亡搁浅这个游戏呢 为什么在我心中number one啊 我们刨去那些 视觉上 听觉上啊 故事上等等的这一些 呈现 因为游戏呢 从某种意义上 有人说它是第九艺术 那就是一个极大成的啊 可以因为它背后 你要做一个游戏出来 它有一个极大的这种故事啊 文本量的积累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看电影 它是一条 就像主线任务一样 对吧 从头到尾 一把二分钟 或者一个电视剧 八集也好 或者多少季也好 但是它都是一个跟着主角 有一个主线讲完就完了 但是游戏不是 游戏你做成后来像这种开放世界的游戏啊 刚才说的塞尔达啊 什么这种开放的游戏 开放世界的游戏呢 你除了主线任务 你有丰富的这个支线任务 你等于搭起一个整个的世界 让人们可以融入进去 所以对于这个文本量的准备就非常大 那也就是说 一个小说或者一个文本啊 你现在呈现成这种视觉化的艺术作品来说 那么游戏是比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啊 包括动漫可以比这些形式走得更远 走得更丰富 然后还有人和机器啊 这里边这种互动 那么再说回来呢 就是呃你你这些游戏呢 开发的就是越来越漂亮啊 画面之后呢 那么呃死亡割险这个游戏 在这方面肯定是一个极大成的 当时的这个天花板的一个级别了 那但是呢 这个还不足以让它变成我心目中的number one 死亡割险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就是小岛修夫啊 开创了一种连结性 就是人与人啊 过去啊 我们想象啊 过去你不管是呃踢足球 对吧 还是这种像什么结霸 这种格斗游戏啊 还是这个赛车什么 都是一种就是要么你赢 要么我赢 对吧 它是一个零和游戏 呃是一个竞争性的 当然这也很好玩了 但是呢 就是到这个死亡搁浅呢 它变成什么呢 就是全世界的玩家呢 你在这个 他那个世界挺孤独的啊 你要去去送货 因为它有一些原因 那个世界已经七零八落了 那你需要你这个主角啊 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啊 在各个人类的定居点之间 你要去配送这个货物 把这些东西再把人类 再团结起来 连结起来 那么这些路呢 就很难走 所以你你最后呢 还是要修一些路 如果你把这个修了高速公路啊 修好公路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这些车辆啊 这些载具去运这些货 就更方便 但是呢 这个呢 是比如我在这玩 然后你们也玩你们的版本啊 但是全世界的玩家呢 可以把这些路呢 就修通在一起 那比如你在这搭了一个桥 或者你这修了一个什么 什么配送站啊 然后然后其他的玩家看到了 看到了这是你做的啊 或者你给别的玩家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 比如前方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你可以留一个记号 那么别人受到了你的提醒 避免了危险 可以给你这个记号呢 点一个赞 就是他所有的这种连结性的 全是正向的 就是你去夸别人 或者你被别人夸 然后呢 你造了一个东西汇集别人 或者别人造了一些东西呢 也汇集你 那么加在一起 最后让那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那么小岛秀夫这个游戏 是具有一些开创性的 而且也给了我们一些思路 就是未来的游戏 会是什么样子 那之后也有很多游戏学它 你像Elden Ring啊 什么的 也可以 你比如你在那打这个怪物 打不过的时候 你可以去呼叫 全球的其他玩家过来支援你 对吧 这就我们可以看到 游戏作为这么一种平台 或一种形式啊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 全球化这种文化之中啊 它起到了一种 把全球的全人类啊 去凝结团结起来的 这么一种作用 那这个呢 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这种 多人的线上的这种游戏的 开发出来 那这种作用 再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也就越来越回归到了 人类间的这种游戏的本质 就是人与人的这种连接啊 互助互动 在这种过程中的发展的 一种人际关系 那么呃 由此呢 我就想到啊 就是之前呢 也有在这个手机上啊 玩手游 那么那我玩的也很少 但是有一款游戏 我玩了好几年 呃 叫这个 黄室战争 那就是 黄室战争啊 就一个卡牌对战的啊 它还挺有竞技性的 那么一个游戏 我想玩那个游戏呢 是因为 就是它首先是比较碎片化啊 一两分钟一盘 那么玩的过程中呢 你的对手 会是世界上的任何人 因为它 你看那个名字什么 你就可以知道啊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比如 有中东的玩家 有日韩的玩家 有欧美的玩家 呃 有没有俄罗斯的玩家 或者东南亚 哪哪的玩家都有啊 然后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你觉得你跟这个世界 是联合在一起的 当然了 后来呢 发生了事情 就是中国区 这个服务器 就跟整个世界的服务器 断开了 那这个腾讯 就给断开了 所以变成那样之后呢 你的对手就只有 呃 大陆的中国玩家了 那那个我后来就不玩了 呃 我们就能看到啊 就是越往后啊 这游戏的发展呢 一方面呢 就是会 画面会更精美 对吧 然后包括这些VR啊 什么 更投入进那个世界 这是这是这方面的一个 发展的前景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会越来越强调 这种互联网啊 线上的人与人的这种连接 全球的这种布局的 这种感觉的游戏 会越来越多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 我们可以想象啊 中国会把自己啊 就是除非啊 共产党很快的垮台 那没有发生到那一天之前呢 中国会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变成一个孤岛 我们从这个 这两天的 迪亚波罗4 就可以就可以看出来 我看我翻回去看这个墙内的新闻啊 很多的玩家 因为他要跟 就是暴雪这个迪亚波罗4这个游戏啊 你在玩的时候呢 你首先要去联网 那连到这个暴雪的战网 那么国内连这个战网呢 就会有问题啊 就很慢 他们就要去找什么加速器呀 找梯子呀 什么什么的 很影响体验的这种行为 因为你原来只玩单机游戏 你关起门来 在这个电脑上玩单机游戏 不会有这种感觉 那你变成这个 这种互联网式的游戏 中国的那种互联网 就会很受影响 而且呢 你在游戏中呢 它是一个社区的感觉 那人与人之间是要交流的 那么这个 也会被中国政府去禁止啊 因为已经发生过很多事情了 之前的这个Switch 人天堂这个动物森友会 对吧 那时候我们也在玩 有的人呢 因为每个人造一个岛 那么在这个岛上呢 有的人就会去 在这个岛上 打出一些这个反共的标语啊 这么一个人畜无害的游戏 在中国也被禁掉 包括还有各种意识形态 因为我们会看到一点啊 就是对于中国那片土地来说 真正爱玩游戏的这些孩子啊 我反而觉得 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希望 为什么 因为这些游戏里啊 它都在宣扬这种普世价值 那就是外表的元素 那是一层壳 你比如说这是一个描写 这个中世纪欧洲的一个游戏啊 还是描写那个美国独立时候的 独立时期的一个游戏 还是描写日本战国时期的游戏 这些都是外表 那这些元素都是一些壳 他那里那里讲的这个故事的内核呢 他必须要是宣扬这种普世价值的 还是要宣扬这些自由民主法治爱对吧 这些东西 那爱玩游戏的玩家他在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他沉浸在这么一个游戏里啊 几十个小时甚至几百个小时 他去体验这种美好的故事 人与人这种关系 他就受到了这种普世价值这种影响 回过头他再去看中国墙内的 实际现实中的那些东西 他会看不 看不过去 他会接受不了 因为他的 真正形成他内心的核心的价值观呢 他是从这些游戏里学到 我们往后看也会看到啊 中国政府会越来越多的对于这个游戏的限制 那当然了他希望 中国这边能够有这个歌颂这个 共产党的歌颂这个中国那一套价值观的游戏 越来越多做出来 但是我们都明白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一些 烧钱的一些政治任务啊 真正的玩家是不会乐意去玩的 而随着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啊 这种互联网游戏的做出来啊 越来越多这种大做 那么全球的玩家都在这一个平台里 可以集结在一起啊 你不管你的这些信仰啊 习俗啊 地区啊 这些多样化 那这些多样化 都可以在一个游戏的世界里去融合 那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感觉 那么这一切呢 会像中国啊 朝鲜这东西就会被排斥在外 那么就会拉大这个差距 那么对内的中国这些 之前习惯了的这些玩家呢 也会造成不满 所以从游戏的角度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改变中国的这么一种可能性 也会看到这么一种未来 行吧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我这也心思也全都在迪阿波罗4那儿 感谢收看 订阅 点赞